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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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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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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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部分是 一万块 一个节 欢迎订队 真的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队 第三个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队 部长 欢迎订队 因为我刚刚刚 欢迎订队 部长 欢迎订队 部长 会强烈 欢迎订队 这种战畏 欢迎订队 其实大家都 所以说 主部长 那我再说 最好一年 今天这个 是准是减税 问题是 很多民众 你不让人家 都来抗订队 这个 我之前也说 被强烈 被强烈 不让人家的据烈 例經的董事長 這是你的決定還是蘇貞昌的決定 我想 這個 過程當中 院跟部都有討論 對 這是你的決定 還是蘇貞昌的決定 院跟部都有討論 對 這是你的決定還是蘇貞昌的決定 我 我 surviv啊 我 我告訴你啦 我跟 今天台灣的民主政治走到今天 你們有這些權力可以行使 但是這些權力啊 不是放在黑色的箱子裡面 在火暗的地方行駛啊 不要告訴大家誰要負責啊 是你決定還是蘇貞昌決定 跟委員報告 所有公股董總的人士最後還是要抱怨核定 所以是蘇貞昌決定嘛 廖昌昌回來你贊不贊成 你贊不贊成 因為廖董事長過去一直在公股行股服務 然後呢 所以呢 你贊不贊成 那當然在對於慶護的部分 當然他後來我們也請這個律師的意見 那麼 我跟你講啦 不要再拿出來 後面那些笑死人的法律意見啊 當初賴清德為什麼把他換下台 你當初是次長你不知道嗎 當初賴清德為什麼把他換下台 我在2017年 11月16號17號 我連續開記者會 我掏出了什麼證據 2015年12月 總統府的約會跟密會 12月8號 馬英九請吃飯 陳慶南去 第二天 陳慶南 就跑去找了熊光華 熊光華說什麼 說那一天 絕對沒有討論 烈雷劍的連大案 說謊 為什麼說謊 這個是陳慶南 在司法程序當中拒絕所做的筆錄 我有向熊光華表示 公司現在為了要找連大行的事情遇到困難 希望總統可以出面幫忙 12月29號中午 吳敦義請吃飯 用人為財 部長我跟妳講 從妳上任到現在 因為妳自己過去 學者的身分 跟妳在一些事情上有為有守 我基本上是蠻尊重妳的 但是今天的這個決定 今天的這個決定 怎麼跟台灣人民負責 公平正義在哪裡 基本的是非在哪裡 廖燦燦的這個人事案 你贊成嗎 你作為一個部長 你贊成嗎 告訴我理由 你為什麼贊成 因為他以前是公股航庫的董事長 所以現在回來當公股航庫的董事長 剛剛好 是這樣嗎 跟我們報告啦 事實上 過去廖董事長在合估期間 他的技巧也算還 來我秀 我直接秀給你看啦 廖燦昌喔 政治上面是誰的人 我不需要再講了啦 他自己當初怎麼跟大家講的 這個是專業判斷 這個是銀行的專業 這是公司治理 廖燦昌無奈的表示 公股航庫總是要配合 上面有交代啊 我當然要配合啊 這個是公司治理 這個是銀行專業 部長你可不可以用道理說服我 這是他自己講的啊 沒有人冤枉他 公股航庫總是要配合 配合什麼 配合上級指示 請部長用公司治理 用銀行專業的角度 說服我 什麼叫公股航庫總是要配合 哪門是公司治理 哪門是銀行專業 這個部分我基本上我不知道他有發表過這樣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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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奇怪了 你在審核這個人事案的時候 他信不信任 這麼重要的事情 當初賴清德為什麼叫他下台 你會不知道 我講的幹具體啦 12月29號 陳慶南夫婦 佐托府吃完飯 下午 簡太郎 召開第二次喬戴康會議 結果那天開完會 財政部當天的公文就網上報告了 說啊 何庫說他們會參代 結果呢 12月29號 何庫連受信審議小組都還沒開會 受信審議小組還沒有開會 已經跟上級報告 沒有問題 我們會參代 這是哪一種銀行專業 這是哪一種公司治理 可以用道理說服大家嗎 用道理說服我啊 講那些空的 什麼用人為財 公司治理 銀行專業 你經不經得起檢驗啊 我2016 17年 11月16號17號 我把這些證據攤在陽光下 我那時候跟賴清德院長講 給大家一個交代 賴清德院長承諾我 他絕不互短 因為我相信他處理 10月24號 廖燦昌下台 他不是為了欽負烈雷劍的連帶弼案下台 他是為了什麼下台 結果呢 一年多 去外面當門神 掛個水 現在接 資產而更高的第一金 你告訴我嘛 事實在在哪裡 我想跟我們報告了 事實上這個部分 事實上 我也適當的表達意見 適當的表達意見 那最後等一下 你說你適當的表達意見 跟誰表達意見 過程當中 部跟院都有互相討論 對嘛 所以你說你適當的表達意見 請問你跟誰表達意見 院方 院方 蘇貞昌嗎 就是院方 結果你表達的意見被院方打槍喔 那我就問你嘛 一個財政部長 基於過去的經驗 告訴他們 從銀行專業 從公司治理的角度 我部長有疑慮 直接被打槍 那這不是政治任命 什麼是政治任命 這不是政治任命 什麼是政治任命 我有說錯嗎 我為什麼這麼生氣 我為什麼這麼生氣 蘇貞昌去哪裡當董事長 我講一句比較直接的啦 他去哪裡當董事長 我不會多一塊肉 他不當董事長 我也不會少一塊肉 但是你們知道嗎 有多少基層的民眾 看到這種政治任命 看到真的離譜的人士 大家都在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我們的公股航庫 被掌握權力的人 拿來當什麼 當操用的工具 當操弄的工具嗎 結果 連假前下午 迅雷不及言而發布命令 讓社會沒有反應的時間 讓一切木已成舟 你們要罵你們去罵 好管我自為之 我全力就是要再濫用 要不然你要怎麼樣 行使權力可以如此傲慢 你要告訴我們的金融界什麼 我們的政府其實不在乎金融治理 我們的政府其實不在乎受信的專業 我們的政府只在意 我挑出來的人 聽不聽話 上級有指示 受信審議會議還沒開 就決定要摻蛋 然後這樣子的人 好不容易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 下台了 過水 一年多 回來 給你更大的銀行管 有這種事情喔 廖山昌什麼時候上任 應該是今天吧 今天上任 什麼時候上任 講清楚 我直接跟廖山昌先生喊話啦 今天啦 你如果還有一點基本的羞恥啊 你如果對於他留下來何庫 這幾十億的爛賬 你不知道怎麼跟人民交代 不要上任啦 多人現眼啊 部長今天已經在這邊講了啦 我反對你的任命啊 但是上面有交代啊 這就是政治任命啊 践踏最基本的公平正義 完全沒有是非 下一位請佩洪泰委員質詢 好 主席 各位女士先生 主席幫我請一下 蘇部長 請蘇部長 蘇部長 蘇部長 剛才好幾位委員啊 針對啊 關谷銀行的 四種的 這個大變動啊 說你是 說你是傀儡啊 一點都不為過 你也不需要難過傷心啊 這次主導 我講白了 就是蘇貞昌全力在主導 有你打電話給那個 被換下來的幾個董事長 有你們市長 還有國庫署署長 打電話給被換下來的總經理 我們都查得非常之清楚 平常講我觀察這二十年來 我們關谷銀行的 異動 通常是三種狀況 第一個 政黨輪替 第二個 任期到 舉例子 像華南 我五六月份 要開股東大會 要換人了 OK的 第三個 出現了像慶福案這樣子的 弊案 立刻換人 廖戰昌 就是這樣子的狀況下 被換掉的 當時行政院 調查小組認為說 他要負責 隔了不到一年半的時間 他現在不要負責了 你們財政部真是丟臉丟到 丟到家裡去了 一年半前他要負責 現在不要負責 又高升 比資本還要大的銀行 叫做第一金庫 平安長 這一次由蘇貞昌所主導的換 裡面有太多太多很奇怪的事情 部長我請問你 董事長跟總經理同時換的 案例有沒有 有 有 但是 這個被換的總經理 大概通通都是內生的 對不對 這一次 我整理了二十年的這個資料 這一次有三家銀行的總經理 居然不是內生的 是從台灣銀行或台灣金庫 調過來的 這個對公司的治理 我跟你講 嚴重嚴重的 重大瑕疵 你對關國銀行 絕對沒有我跟曾明總統 平安講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耐人詢問的地方 之所以為什麼要這樣子調動 很簡單 為了四件事情 我待會來給你證明 第一件事為了融資放款 他好什麼油油門 像你輸油油門或什麼油油門 方便貸款 第二件事情 投資特定的對象 叫台三 第三個是廣告費用的挪用 就業務費的挪用 第四個是為了選舉動員 你同不同意我講的 跟委員報告 所有的這個貸款都要依據法定的程序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我一一的拿來證證明給妳看 我這張相片 是本人 在2007年在財政委員會的一個質詢 質詢當時的財政部的部長叫何志欣 那 當時行政院 新聞局要求各個部會 各個事業單位 配合入聯公投的廣告費 財政部分到的 quota是多少錢呢 三千萬 2007年誰執政 陳水扁執政 就很像現在的這種狀況下 明年蔡英文就要下台了 當時再隔一年 陳水扁就要下台了 就幹這種事 這都是證據 我再捏線給妳聽 什麼叫做貸款 融資貸款 貸給書友友們 什麼叫做請客師範 去動員 當時我的詢訊是這樣子的 2007年 台灣銀行 台灣系銀 合作金庫 等銀行 半桌 找壽性大戶來服選 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 副總統候選人 謝長廷 蘇貞昌 都出席 我講時間點 再講 讓妳聽清楚 舉例 第一個 10月2007年10月18號 台信營在天城飯店 錫開36桌 要求每一位經理 要求每一位經理 至少要帶一位 受信大戶 或者有人帶到八九位 為了表公 當時有誰去呢 民進黨的副總統候選人 蘇貞昌 聽清楚了啊 民進黨副總統有蘇貞昌 行政院秘書長 行政院秘書長 陳景俊 民進黨立委高智鵬 還有一位不念了 現在正在我們財委會 25號 台信營在10月25號 26號 分別還在台中 南部各辦了一場 我們再講第二個 9月12號 2007年9月12號 合作辛苦的董事長 叫許澤南 他在天城飯店 辦了33桌 卸長亭道場 卸長亭道場 這不是浮血 這是什麼 當時 許澤南還在南部要辦 我說你只要再辦 我就自己衝到會場去 民進黨到了選舉 討好你們的 討好你們的 受信的客戶 受信的客戶 當時我在這邊質詢 受信的客戶 自己來給我反應 是幹嘛呢 所以銀行找到他們 多少有暗示性 叫他們去捐款 這些受信戶 擔心萬一不配合 銀行的受信往來 會受到影響 這都是新聞報道 今天蘇貞昌 很丟臉 你蘇建榮就是傀儡 部長 部長 我們沒有冤枉 你 這個事情 有人這樣子 幹的嗎 有人這樣做的嗎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丟臉 噁心 可惡 部長 你我都是台北大學的教授 我對我 我對你 平常是很尊敬的 可是做這個事情 我覺得要讓你斯文掃地 這做的事情 你會留下一輩子的紀錄 我們再看 到下半年 你看這好了 會不會挪用 業務費做廣告 可會不會請客戶吃飯 要求去 券款給民進黨的特定人士 部長講到這個就很生氣 2007年發生的事情 今年2019年要 重新再發生一次 就是幹這種事情 要戰商 一年半前 你們說他有問題 要負責 現在沒有問題的 我禮拜 我禮拜六 前幾天 我跟 我跟聲明中 賴斯保委員 我們開記者會說 他們 不要對外公開 我說我今天早上 9點半 不要戰商 已經容認 第一軍控的董事長 10點鐘 已經當了第一銀行的董事長 我說你不公開 我去衝你 第一銀行 結果他對外說 他要開放 很丟人 部長再問你一件事啊 今天這個長照特別扣除了 我在公開的場合在這裡 你也到我的辦公室 我會跟你講了很多次 我的提案就是 每人每年24萬 我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要 要 要打個五折啊 理由是什麼 部長說給我聽你看 跟委員報告 最主要是 因為我 事實上我們在 管理長照扣除的部分 我 向來就是說我們會優先考量 那因為 你是為了稅水的考量是嗎 對不起 我跟你講 我在把 我講了很多次 我在跟大家報告 一年多前 一年多前 你們為了股市大戶 說 內外 台灣 人跟外國人的稅資不一樣 是 蔡英文心中的痛 搞了一個 那麼大的 一個稅改 當時 我就要求 長照特別 割除委員要擺在裡面 當時的財政部長 徐一哲 說 讓他單純化 做下次稅改的時候 一定會把他擺入 隔了沒多久 你當部長 你反對 我沒有 多次長和在反對 公開 事實上都在反對 還講的理由是說 我只是說 我們要 扣除了要綜合的檢討 那我們會把 長照扣除委 納入優先考量 我的態度一向就是 部長 部長 我對這個事情 我很堅持 我說你只要這個 長照特別扣 我們所得稅 有六種特別扣除 有薪資特別扣除我 儲息特別扣除我 兒童等等 總共有七項 是 總共有六項 第七項 唯獨對老人不尊重 我們這個政府 民進黨這個政府 真的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要歧視老人呢 而且我們沒有 沒有歧視老人 我們沒有歧視老人 我們沒有歧視老人 所以說稅的 超車叫淫餘嗎 這個 跟委員報告 那個是稅計剩餘 稅計剩餘是作為總預算的 融資財源 那個 在總預算裡面再去處理 你現在講十二萬 那跟委員報告 這一部分多少 你現在講十二萬 我有一件 跟委員報告 如果說你們不給我們一個交代 你不給我一個交代 你在下下禮拜 你要排相關所得稅的修法 我怎麼鬧 也就是不會讓你會 來 開始 跟委員報告 給我一個交代 為什麼二十四萬降到十二萬 給我一個交代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裡面有一部分 已經使用 殘障特別扣除了 然後我們 殘障歸殘障 沒有 你殘障的部分 你可以處理 但非殘障呢 當然他可以 不要 不要在那邊胡說八道 我跟你講 部長 我沒有胡說八道 但是 要給人民一個交代 給老人一個交代 好嗎 沒有胡說八道 這是我們整體的考量 好 時間到了 好 下一位 發言 質詢請余婉如 余委員 有請蘇部長 請蘇部長 好 蘇部長好 首先先請 費紅太委員 不要再生氣了 我覺得他應該可以當我們財政部部長了 因為他喊出二十四萬 我就要二十四萬 這只有部長才可以做到 那我想先請教一下 就算有關長期照顧的扣除兒的部分 那既然可能不是像費委員提出的二十四萬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看到報載是十二萬 那部長現在心中大概是多少 我想這樣子啦 因為一方面我們是考量到 因為現在長照的部分 致負額的部分大概每一個月十八千塊 那一年大概是 大概 九萬左右 那我們 重寬估量的話大概是 一個月一萬塊給他 所以我們是每年就是 十二萬這樣來估算 那特別跟委員報告的是說 因為 根據我們衛福部的資料 這個使用長照的部分 大概有百分之五十是 申報 所以我們要 腎臟特別扣除兒 腎臟特別扣除兒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事實上我們已經 腎臟特別扣除兒已經從 這個十二萬 調高到二十萬了 所以這一部分 一部分彌補到他的這個 所謂長照的需求 那我們現在呢 是額外再給他 在這個長照服務的部分 必須智慧的部分 再額外給他 這個十二萬的一個情況這樣 換句話講 如果說 他的這個所謂的長照費用 超過了 這個 腎臟特別扣除 腎臟特別扣除兒 再加上十二萬的話 那就是 整個就是有三十二萬 這樣一個情況可以扣除 我們考量的是在這個地方 那另外一個呢 也比照這個 所謂幼兒特別扣除一樣 因為 屬於長期 需要長期照務的 都是比較老年人的這個情況 那所以在 老年跟幼兒 幼兒一個幼兒血錢特別扣除 也是十二萬一個情況下 所以我們基本上 比照這樣一個情況來 來規劃 那我特別要跟委員說明的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 基本上 財政部不是 一直持反對的態度 我的態度一向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扣除兒 必須通般的檢討 但是長期照特別扣除兒 因為我們跟衛務部這邊 我想應該不是持反對的態度啦 我看了一下 所謂長期照的扣除兒 其實從上一屆就有委員提出來了嘛 是 不管執政黨的原因 對 所以我們被說成說不照顧老人 我覺得這樣有點 感覺被潑到髒水了 因為我們這一屆很負責任的 讓部長提出來大家討論嘛 對不對 而且我知道部長一直在講說 會優先考量嘛 只是扣除兒這部分 因為涉及的這個種類太多 所以要通盤嘛 那我們現在優先的討論的是 長照扣除兒 好那我想再請教一下部長就是說 除了你剛剛提到的這個32萬 加上這個身心障礙扣除兒 總共32萬之外 其實大家也都很質疑就是說 那這個長照扣除兒有沒有排富 目前規劃是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他是實際上的支出啦 實際上的支出 所以沒有排富 那部長未來會考慮排富嗎 我想送到大院審查的時候 也許委員有一些意見 我們再來思考 這樣一個情況 但是基本上我們認為就是說 因為長期照護的話 基本上是未來人口老化以後 可能大家都會面臨到這個問題的 面臨的這樣一個情況下 我們會再去進一步思考 但是目前的規劃是沒有排富 是 好那最近就是春假前 大家其實非常的shock 因為4月3號就宣布 我們現在有一批這個 公股行庫的這個董總要換 那我們看到就是說 所謂的這個政大幫下來了 政大幫老藍男 那現在換上了一批就是台銀和庫幫 但是這個台銀和庫幫 其實批評也頗多啦 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這邊就想要請教蘇部長就說 這次的人事調整案是第一波 還是接下來會有第二波 這是不是定案 後面還會有繼續的人事異動嗎 我想這個到目前為止的一個情況 沒有 應該是沒有再第二波 應該是不會再第二波了 是 好那再來就說 這一波人事異動 其實我在想說齁 無外乎大家最關心的是 用人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所以也希望說 請蘇部長好好來說明一下 所謂的用人的標準 第一個我們看的是 這八家行庫 各個性質都不同 譬如說台銀 就要跟著政府的政策做放貸收信 中興可能就是要非常熟悉中小企業 所以這個專業性是在於這個部分 不同的八大行庫有不同的功能 第二在於說現在這個金融創新齁 其實公股行庫最被詬病的 就是政治酬庸 經營業務常常就是不犯錯最重要 大家都不要犯錯 可是八家行庫的同質性非常的高 你有的我也有 所以你踩雷我也踩雷 所以怎麼樣做出差異化 就是在談的是金融創新的專業性齁 那第三個部分是多元性 包含這個人事案 可能要年輕化 之前其實他們也一直批評嘛 說這個可能董總年事太高 那再來就說要找民間找不同的人才進來 而且輕易 女性董事沒有達到 女性的參與度也不夠 所以我想請蘇部長 就專業性金融創新還有多元性 是不是說明一下到底這次用人的標準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這幾位董事長 像這個土營的林董事長 他過去在這個所謂 在張營的這個 這個維護公股 行庫的公股權力的時候 也做了很大的努力 所以他這一次到這個張營去 基本上是非常適任的一個情況 而且他在土營的這個技巧也算是不錯 那麼張雲鵬張董事長 過去是華蘭的這個總經理 華蘭金控總經理 那麼這次到從高雄銀行回來 基本上他對華蘭的業務 也應該相對的比較熟悉 所以基本上 那黃柏昌黃董事長 他是從核庫過來的 那過去黃董事長過去在台 來核庫銀行的時候 他的技巧也蠻受肯定的 所以這次調到土營這一邊來的話 基本上也是一個適當的一個人選 那廖董事長基本上過去 因為親吻案下台 但是過去因為過去他在 長期在工股行庫金融業界服務 所以他的專業基本上還是有一點 是我想部長有賞有罰 你剛剛都在幫這些董總講好話 可是大家其實最奇怪的是說 外傳就是低銀行的董事長董瑞斌的表現 其實非常的亮眼 行政院會另有重用 這些事情部長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但是去哪裡我不曉得 所以利用重用怎麼重用你不知道 是 所以利用重用是真的嗎 呃 這個只是報紙上這樣講 但是最後還是要行政院合定 行政院合定 那大概最快什麼時候會有消息 這個我就不曉得 因為他已經卸任董事長 是 那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就是說 那目前人士安大概已經 連今天都已經上任了嘛 是 所以我想問蘇部長就是說 對這些新任董事長總經理的期許是什麼 怎麼樣創造讓人民有感的部分 我想我們公股航庫 我上任以來一直要求他們 除了在績效上面要做好以外 更重要的是內計內控 這一部分一定要做好 不能再發生像 這個所謂的慶忽略事的案子 或是這個 像這個 受到美國這個 金融署的這個所謂的 內控內計做不好 受到處罰 所以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公股航庫 目前也積極有一個平台 在推動這個所謂的 金融創新的這個業務 那這一部分呢 事實上 我不可否認了 我們已經落後 民營行庫很多了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會再加強 要求各公股航庫能夠加強在 金融創新方面 當然所有的這個金融創新 也必須在這個所謂 金融監理的法規之下 來做金融創新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那更再來一點就是說 因為這個 因為金融的創新 使得各行庫 它在業務上面臨很大的一個挑戰 那這個是各公股行庫 董總必須去思考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一部分的話 我想未來也希望各公股行庫的董總 認真去思考這方面的問題 財政部委會 這個適當的來整合整個這個所謂的 公股行庫的這個想法 是我這邊也提醒蘇部長 之前院長也有指示說 要提高對中小企業的放款 所以這個部分怎麼列入到KPI 以及去執行 可能之後我們再去做追蹤 這個院長已經有指示了 是不是大概一個禮拜之後 把你們相關的進度 跟未來設斷指標送到我們辦公室 是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指標的部分 這KPI指標的部分 刺激到金管會的修正 那辦法的修正 那金管會現在已經積極在做修正 所以我想我回去以後 再洽這個金管會這一部分 如果有相關的數據的話 再跟委員報告 好最後我再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我剛剛提到 七家公股董事 單一性別比率 就是女性的董事的比例太低了 所以未來 其實事實上 這個證交所公司自理評鑑 第三屆也將公司董事任意性別 是否揭達董事會席次三分之一列入指標 可見政府的公股行庫是帶頭不及格 那部長你要怎麼改進 跟委員報告 目前我的了解大概台契營跟官茂 他是公股的董事裡面 不及三分之一 女性不及三分之一 這部分我們未來會在 就改派的時候 會自己去思考 這個改派女性的學者專家 是有期望你們及早培養 這些人才 以上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下執行請王榮章 王委員 謝謝主席 請蘇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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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的資本 那瓜瓜樂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急速減少 是什麼樣子的原因 根據我們的了解 大概就是說 可能是因為 他如果被取消 減少的原因可能是因為 六個月以上沒有批過的紀錄 或是一年以上沒有親自批過 採件 就會被取消 所謂的採件經銷商的資格 那目前了解大概61% 都是屬於這一類型的 我請問您在今天的 報告裡面有講在這一屆 五年三個月裡面的話 對於瓜瓜樂 立即行採件的這個部分的話 一共取消了一萬五千多位 是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三個月裡面沒有再批 那我們有沒有去了解 六個月 六個月裡面沒有再去批送 可能有其他的收入 或是沒有醫院在銷售或是批過採券 那也有可能他已經 比例多少 他的生活改戰 或者他有其他的職業 就是說有其他的就業 這個當然很好 這個部分 比例的話是多少 可能要請那個台彩公司 再進一步聊 所以我想做為主管官的這個部分 我們不應該只重視銷售的數字 是 還有就是說這一些從業人員 狀況的就是說改變 事實上也是我們應該要關注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是不是 好 國務署在這個部分 能夠要求台彩公司 能夠進一步的就是說去了解 好 填掃 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他們是已經順利的就是說工作轉業 或者是年紀到了就是說退休 還是就是說 在這個部分的話 他也沒有辦法謀生 以至於 好 在這個部分的話 沒有辦法受 或者他的身心狀況 就是說加重等等 這部分事實上 也是我們應該要關心的 是 好 我們再下一張 我想這部分的話 我們下去以後 會請台彩公司進一步了解 好 謝謝 那如果相關資訊再提供給委員 好 我想 部長多次跟您做過 討論 有關於電腦型採券經銷商 的這一個部分的話 違規轉讓權利 簡單的講 就是 在這裡面的的話 有聯所經營 去收購人頭 然後無論從開始的抽籤 乃至於就是說 資格的收購等等這些 的情況 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就是說有數十家 同一個人 就是說他有數十家的 就是說經銷商的 這一個部分 在廣間傳媛 也所在多有 那一邊 訂了一個這樣子的 呃 違規獎令獎勵獎 獎利獎勵獎項獎 獎獎獎 獎獎獎獎獎獎獎 方案 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現在規定查證署實 好 取消他違規基地獎資格後的話 我们会给检举人 就是说奖金一万块钱 是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下面 他的条件 检举的就是说方式 台采公司定的 要用书面的方式 就是说一公 然后包括检举人的真实姓名 以身份证统一编号 住址 然后联络电话 那然后 这里面的话 还要有 就是说违规的租借权利契约 还要有 就是说市政取得来源 等等的 就是说这些内容 这样的方式 才能够检举 才能够承案 我们再看下面 好 那另外 检举人的的话 他不可以是 相关的当事人 也不可以是所谓出借 或出租的人 承租承借的人 或者是关系人 譬如说 让合约的 就是说证人 那在这里面的话 就是说有种种 包括被检举时 就是说 这个被检举的经销商 已经 如果不具有经销商身份 的这个部分的话 也取消 那然后另外的的话 他的 就是说契约至少要有 30日以上 部长 这样子的 就是说 种种 零零种种 的就是说 相关的 就是说检举规定 合理吗 我想这一部分 我们在这样的规定里面 完全不具有 就是说保护吹哨者的功能 您同意吗 这个检举的条件 看起来是蛮严苛的 那奖金的话 大概就有一万块 而且这个奖金 要等就是说确实 然后成案之后 就是说采发 检举人要冒这么大的 就是说风险 然后在这个部分的话 然后检举的就是讲 我请问一下 到目前 就是说成案 已经发出奖金 有多少件 这个部分是不是 目前了解 大概只有一件 查到两件 然后 目前只发给一件 是 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基本上 就是说 从去年 被发 就是成案的部分 大概106年的9月 到 就是第四季的时候 我好歉 我们有5000多件 的销商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我们其实 在今年1月开始 你看看这一张 上面的发布日期 这发布日期 其实也是假的 它是写108年的 12月28号 我们已经提前了 就是说将近9个月 来做发布 事实上应该是去年 去年的12月28号 就是说这个奖励方案 才发布 到今年 到现在 的就是说情况 是如此 然后我们有5000多家 的就是说经销商 那所有的 就是说违规的情况 众所皆知 但是 这样子的 就是说 奖励方案 这样子的 就是说检举方案 事实上 是不足以达到 目的跟效果的 是 部里面是不是要督促 就是说台材公司 然后能够具体的来做 检讨跟改进 我想这部分的话下去以后 我们会再跟这个台材公司 就这一部分 这个检举的部分 看看能不能提升它的效度 所以 那当然这个事实 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希望就说在一个月里面 检讨就说改进的就说办法 可以出来 好吗 这个应该可以 好 谢谢 下一张 另外 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在彩券的发行里面 就是说 是不是有卖给 就是说工艺彩券 有授予 未满18岁的人 好 那我们在这一个部分的的话 要委外实地做抽长 好 那台材 4月1号向经销商预购 108年 上半年度的实地抽长 集中在4月下旬到5月下旬 我们要查 有没有就说违规 然后光只定在这一个月 合理吗 所以这一个月里面不要卖 那然后后面的的话 就OK了 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想如果有这种情况 应该是不可以的 基本上如果 这个 经销商违规的长 他的实地抽查 实地抽查应该是随时要进行 好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就是说 让部长 也让书里面就是说 知道这样子的问题 请同样的具体改善 我们看下面 好 工艺彩券跟运动彩券 在销售者就是说 对象年龄限制 的这个部分各自不同 处罚的方式也不一样 好运彩可以连续处罚 我们看下一张 好 那我们看到 事实上工艺彩券跟运动彩券 有很多是共用店面 或店面相邻的就是这个情况 对这些管理不同的要求 要怎么样子能够落实执行 现在发行的都是台彩公司 运动彩券跟公益彩券都是他们 所以这样子的就是这个情况 非常的 非常的普遍 两个有所差异的 那不止这样子 我们运彩现在开放线上投注 好 但是在公益彩券线上投注 还是违法的事项 是 经销商是同一个人的情况里面 要怎么样管理 这个基本上 因为两个适用的法律是不太一样的 对 性质也不一样 所以如果我在线上下注 运动彩券的这个部分的话 没有可能 我同时就是说在 公益彩券上面也做下注 应该是不可以 我的了解因为运动彩券 它大部分都是国外的运动比赛事 所以它是24小时可以投注 但是公益彩券不行嘛 是 是不是 我们看下面 好 线上投注站 这样子的就是网站到处都是 好 可以请同仁或者是部长 随便就说Google 好 那这里面的话 它怎么样子能够认定 它怎么样子能够认定 下注的人 有没有满18岁 它在派彩的时候 奖金支付的时候 它可不可以有办法 就是说做认定 还是说它就只有左上角的这一个字 就已经尽责任了 为满18岁者不得购买或兑换券 根文报告 因为公益彩券是没有所谓线上投注的 如果有像这样一个画面的话 基本上 有没有看到台彩投注啊 是 这不止一个这样子的网站呢 所以这个我们下去以后 我也会再进一步了解 要请台彩还有这个 我们国库署这边 进一步了解 不懂这是公开的资讯 公开的就是说讯息 是 我想这里面的话 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事情 都只是信任 或者是要求台彩公司 部里面 国库署也应该负起 督导的就是说责任 对于这么多的乱象 这个是腐蚀接得 不用刻意的去查 台彩公司目前所有的公益彩券 是不允许这个线上投注的 但是它是存在的事实啊 部长相信这不是本席自己捏造 出来一个这样子的网站 所以下去以后我们再进一步再跟 部长这里面他还24小时接单啊 这对于我们守法的经销商 守法的就是说经销商 我们配合整个的就是说 下注的时间 等等的就是说情况 那他的就是说影响 对于守法的人是不是 事实上就是说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是当然我们那个系统 基本上台彩的系统在 这个5月12点就整个系统就关掉了 所以他还不可能是24小时接单的一个 他当然可以啊 他先接单啊 等到就是说开机了之后的话 他再输入嘛 是 不是吗 但是就是说我们可以放任这样子的情况出现吗 这个基本上是应该跟 法律的规范有所违背 好 部长 本席今天指出来 就是说现在出现的就是说问题跟现象 是 部里面应该要有责任 就是说拿出魄力来做处理跟解决 好不好 如果查到是类似这样违规的情况 当然我们就会 好 请你们一个月里面 就是说给我本席 好 就是说所有配合这样子的 就是说线上投注的 就是说网站 的投注商 到底是就是说谁 好 那我们怎么样子就是说处理 他 在一个月里面同样的 就是说给本席 一个结果 一个报告 好不好 好 谢谢委员 谢谢 好 下一位 咨询请 施亦方 施朝伟 主席请一下苏部长 好谢谢 宣告一下 那个市在委咨询完毕 我们就休息五分钟 好 接下来请苏部长 谢谢 林大夫 谢谢 市委好 嗨部长好 是 今天咨咨咨咨咨询的气氛 不说很好 好,所以我跟妳說一些比較輕鬆的事情,好嗎? 市長,我們今天才會談的是那個花票,跟採建的管理的專案報告 那本席會針對目前就是電子花票的問題,還有民眾長期以來對採建的那一種疑問,提出一些問題跟你討論 那從民國89年開始,財政部就推動了電子花票 那每幾年以後就推出了一個計畫,也希望提高電子花票的普及率 那確實這幾年裡面,電子花票的普及率確實有提高 那我要請教一下部長,就是現在目前電子花票推動的情形如何啊? 我們電子花票目前來講的話,就是說跟委員報告,我們目前全部的花票開出的張數,大概將近一百一張 那麼電子花票目前大概是70%,大概70億張左右 那麼其中呢大概有百分之十幾,應該是18還是19左右 是屬於這個所謂雲端花票,所以剩下的大概 電子花票裡面剩下81、82都是電子花票的證明年 也就是他沒有存雲端的一個情況 不過這兩年,去年跟今年來比較的話,就106跟107來比較 事實上我們一年內就增加了2%的這個數額 好,你有回答我的問題 那財政部在近10年裡面電子花票的成長 那本席也去查了一下那個整合平台 那其中在那個2011年到2012年,這是最恐怖的 從2億張跳到26億張,成長了13倍 但是在最近的2016、2017、2018 他的成長力就慢慢的趨緩了 那這個趨緩裡面雖然財政部也不斷的推出活動 也增設了獎項 但是感覺他的力道已經抑震華麗了 那你認為這是出現什麼樣的問題啊? 座長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目前大概主要就是說 因為他已經到達電子發票的 就雲端發票的這個部分 也逐漸到了高峰期的 不過我們還在思考 比如說像2015到2016 因為供應事業的這個發票 納入雲端發票以後他大幅度的增加 但是這兩年我們財政部也積極在推行動致富 比如說像四大超商 從現在開始 Seven也會進來了 所以四大超商他用行動致富 這個台灣配行動致富 結合這個我們雲端發票的這個手機條碼 那馬上就可以掃 然後把這個發票存到這個雲端裡面去 所以我想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在積極的推動的時候 基本上會使消費者能夠更願意 這個這個來使用雲端發票 那特別跟委員報告 未來我們會思考就是說 使用雲端發票的獎項 可能還會再增加 我們目前也在規劃當中 好 雖然你這樣講就是說 這個成長已經趨緩了 感覺好像已經到了瓶頸的階段了 不過從剛才部長的報告裡面 還有大概三十億張左右 不是電子發票嗎 所以三十億張也是不少 還是有成長的空間 好那另外電子發票 他有雲端 就像剛才部長報告的雲端 跟開立紙本的部分 就列印出來的 那 那個財政部也表示 就是說 他的那個電子發票佔了七成 大概七十億張左右 那他使用載計畫在雲端裡面 也只有18% 那希望提高到25% 那本席之前也有質詢過 就是這一些電子發票的部分 他是用熱感應值 而在環保上七十億張的環保的問題很嚴重 那從本席之前執行到現在 有沒有做任何的去改善 那這一部分呢 除了我們積極在推動這個雲端發票以外 那事實上我們也跟店家自己商量 就是說 如果他在消費者在這個消費的時候 請這個店員都問一句 要不要把發票存雲端 這樣一個情況 好 那你知道為什麼那個有八成的人雖然 雲端 但是還是把他列印出來 是什麼問題 什麼環節出了問題 可能第一個是 對講的方 對講要有那個證明年才可以 不過未來我們有 我們現在從108年1月開始 1月1號開始已經有所謂的 統一發票對講APP 那個直接可以對講 中獎以後 雲端發票中獎以後 直接 從那個APP裡面把這個錢存到這個所謂的賬戶裡面去 也都不用到銀行或是這個 對範機構去對範了 所以這部分應該是相對 還沒有改善 還沒有改善 我們辦公室很多人申請都失敗 那這個是我們的責任 我想下去以後 多久 三個月還是半年 應該不用到半年 三個月 好非常好 盡量來改善 希望這個載機 我們辦公室會再去試看看 齁 三個月我們再看看好不好申請 對應該 當時我在 對不起 當時申請的時候 我發現錯誤兩 這個失敗兩次 我就直接 非常好 這個一般民眾都會 那本期有發現說 雲端號票 所以推出了一個校園的活動 那他有兩個獎項 就是說針對大專組跟高中組的部分 那每一個學校大專組的部分 至少要有一趴的 有一趴 設定率是一趴 那高中組是五趴 那第一名都是獎金十萬塊 那部長你知道嗎 現在的那個大專業校啊 他的師生大概是 平均啦 大概是五千人左右 那高中組的部分 大概是在兩千人左右 那以這樣換算的話 那依照這個遊戲規則的話 每一個學校大概大學 只要五十個人 那大專 那高中只要一百個人 那這樣的 疫情的效果 你認為 阿你甘好 這個我們是從去年開始推出來了 那詳細的情況我想請 蔡主任來說明 是 市委員好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去年是第一年半 那雖然學校參加的人 學校處大概有一百多個家 那學生大概一萬多人 那麼我倒覺得是說 應該要多加鼓勵啊 所以這次我們在 一些獎項的設定上 我們門檻的比較低 希望多點學校參加 就是你那個人數齁 其實人數對整個發票的量齁 其實是有限啦 那當然你已經推動這個活動了 本事業不是在阻止你這個活動 只是你在這個活動以後 設計完了以後 後面應該再去檢討說 怎麼樣再去提升啦 因為你一趴就是 確實是五十個人嘛 五趴確實就是兩百個人嘛 那這樣的效果 跟七十億這種效果去比 其實是很小很小的比例啦 是 報告委員 其實我們推動校園 其實有兜方的目的啦 第一個 學生家在家養成習慣 而且讓所有的學生都知道 這個效果就非常大 那接下來很多家長 譬如操作上真的比較不方便 學生可以幫忙家長 這些帶來很大的效果 這是我們推動整個活動主要目的 更為人說明一下 好 那個部長 我們再談一個比較接地氣的 是 上週本席有談到呱呱樂 那呱呱樂那個免稅齁 本席建立從兩千條到五千甚至一萬嘛 那今天我在談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公益採建的議題 那公益採建從過去到現在 只要那個十幾期投獎沒有中齁 那就會有很多人去買 那可能那個買氣是上億 但是等到投獎一開齁 一開出來說有五個人中獎 那部長你有聽過這種事情嗎 從過去到現在一直發生喔 我有稍微聽過 但是詳細的情況 可能要請國庫署這邊來了解一下 那沒關係 就是說其實他在中獎的部分 就是說很多次沒有中獎 每一次只要開出那個 十億了多少沒有中獎 就會有很多人中獎中投彩 那這個中獎人他會想說 這個中獎已經很不容易了 發現不是只有一個人中獎 那但是他又不知道是誰中 到底這個採建商有沒有欺騙別人 每個人都會想說 這件事是真的假的 部長你認得怎麼樣 是不是就是說 就是說中獎採建的那麼多人 投獎那麼多人 到底這個事情是真的 是假的啊 因為是呱呱樂嘛 委員講的是呱呱樂 我講的是採建 我還沒講到呱呱樂 採建的話 那因為他都有公告啦 他都有公告 有公告 他有公告字數 我現在講的都是採迷的餘粒 那另外還有呱呱樂的投獎 我身邊的人從來沒有聽說 有刮到投獎的 所以這個投獎到底存不存在 應該存在 你旁邊有沒有人 像現在在座的 吳如百官有沒有人中 我們在座沒有人那麼有幸運 怎麼從來沒有人 聽說周邊的人有人中投獎啊 對 但是應該是存在的 因為我曾經買過採券 但是有一些店面他就發現 他有中了兩百萬的 當然啦 這上面的問題都是只有 相信政府或者是相信台灣的 台灣採券嘛 是 那你認為有沒有更好的答案 要相信有沒有更好的答案 我們就是一定的 自信公開的一個程序啦 我想 那本席倒是有一個方法 可以消迷採迷的迷思啊 是 那到底有沒有中那麼多人 那很簡單啦 因為財政部是管稅收嘛 那台財也是你管的對不對 主管機關嘛 那你只要去公告說 在這一期裡面 這個採券的稅收 投獎 的稅收是多少 啊你就消除威力啊 不是這樣 你不用公告任何人 你說有那一些 當然這個是一個方法的 就是說這一期所有公益採券 或是這個統一發票機會中獎的 因為那是分離課稅 分離課稅 這20%就課了 啊對啊 啊你只要公告這個 你就相信 但是很多中獎的人 他其實是不相信 他認為 有作弊之嫌 啊不然每一次開出來 投獎 只要有累積10億以上 啊一開出來就五個人 啊你說那些中獎的人 不是很可憐嗎 是 他本來是很爽說 這一件事情他可以獨得 結果五個人 來分這個獎 不過我了解最近 有幾期好像也是都是獨得啦 投獎都是獨得的 還是要公布稅收啦 因為稅收是你管的嘛 你只要公布稅收 人家就會相信說 有收那麼多的稅 我想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再來引力看看有沒有可 所以我談到一個 刮刮樂的那個 刮刮樂的部分齁 刮刮樂的部分齁 每一次齁那個 這是一個公平性的問題 什麼叫公平性的問題 就是說 刮刮樂他是現買現刮 所以他也許 投獎都被刮走了 但是買的人不知道 部長你同意我講的話嗎 有可能 就是說這些投獎都被刮走了 但是還在賣啊 他投獎 大概只有一張兩張這樣子 不一定 有時候是十幾張 有時候 有時候一百萬的可能十張 十萬的可能一百張 有可能是這樣子 好 那你看倒數第二行紅色的字 他是在下市後才去公布這些銷售的比例 還有投獎勝於的獎項 這些 是下市了以後 所以你在買的時候 投獎可能都被刮走了 這樣公平嗎 部長 這個基本上 因為 因為到 每一期的銷售 瓜瓜哥是每一期的銷售 大概三個月 一期的銷售 六個月一期的銷售 他一定要在結算以後 最後到最後的時候 就是說你應該在賣某一個比例 比如說90%或多少% 你就要去公布這些 你的投獎到底被開出了多少 因為90%算合理吧 部長 90% 銷售90%算合理了嗎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考量看看 好 所以你應該去檢討說 怎麼樣制定一個機制 對採謎 是一個公平合理的機制 你論如何 你論如何 是 因為 如果到98公布以後 那個投獎都被對獎完了 好 但這是公平啊 不然採明明 沒有人會買的 當然就是這樣子 有贏有輸嘛 你 這個跟愛國獎券不一樣嘛 愛國獎券是買了以後 某一天才去對獎的啊 這個不是 這個是立即刮的啊 阿你每一次都 是一定要採賤商贏嗎 對當然啦 但是 但是這樣子會對那些 已經批過的這個經銷售 所以你要有退款的機制 我現在講的就是退款的機制 你要退款的機制才合理啊 阿不然怎麼採 不然那些採件商 那些大的證件商都是贏的啊 怎麼可以這樣子咧 你不是要獎勵弱勢的就位嗎 阿你還要讓他整個難過來 然後不讓他退錢 這樣怎麼對咧 進去到會 你不然會採購 你不然是一個零件 沒有其實 身體重演的 你不可能會不然怎麼樣 好吧 那當然 你可能會不會與他 沙江 零艇 零艇 曾經 把零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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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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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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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